一百二十五章 门中互殴 故而静和道君这般大呼小叫 正阳道君认识神色淡淡 连眼睛多瞄一下都没有 你收你的徒弟 我自有我的徒弟 妒忌你一座舍 不妒忌 静和道君摆出冷笑的样子 不妒忌 你让你的徒弟来勾搭我徒弟干什么 这话让正阳道君稍稍感到疑惑 抬起了眼皮 勾搭 这个用词实在不雅 静和道君却继续冷笑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收了个单领根的徒弟 宝贝的根什么似的 我可不行 他勾搭我徒弟这种大事 你会不知道 刻意在大事两个字上放了众音 静和道君调着眉角 斜着眼 看着正阳道君 意思是 别想糊弄我 你说燕妃 正阳道君抬了下眼 单领根的弟子 整个玄清门都是数得着的 他稍微一想 就知道静和道君说的是谁了 你还没老糊涂吗 静和道君道 然后欲重心长地说 我说 正阳老道 我徒弟是很好 但是你也得来问问我 能不能勾搭呀 否则伤了你我的和气 岂不是大大不妙 这样道君可没被他的话糊弄住 质问 到底什么事 你要么好好说话 要么别浪费时间 整个玄清门能对静和道君这么说话的人 也只有正阳道君了 听到这么干脆的话 静和道君知道这个老道不耐烦了 静好就收 立刻选择了好好说话 你那徒弟啊 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 一个劲地对我徒弟献殷勤 搞得我这徒弟都不敢出门了 怎么 你真的不知道 这种小事 我怎么会知道 听了这个原委 静阳道君不禁暗自头疼 这个静和也真实的 难道徒弟像个女子献殷勤 还会特地来禀告失尊不成 谁像他闲成这样 都原因期了 还为了徒弟被献殷勤这种小事 亲自跑来质问 但他还是缓了身影 确认一遍 你是说 燕妃在追求你的徒弟 嗯 是你刚收的那个小徒弟吧 对 静和道君点点头 而后搭上镇阳道君的肩膀 再度语众心长地说 镇阳师兄啊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我那徒弟是不错 我那徒弟是不错 可真的不能给你徒弟 叫你徒弟省省心啊 这样道君却是不明白了 我徒弟未婚 你徒弟未嫁 有什么问题吗 这种小事 也值得你亲自跑来一趟 静和道君一听这话 炸毛了 小事 我告诉你 这不是小事 神秘兮兮的左右看了看 凑紧镇阳道君 低声道 我这徒弟 是我将那小子带回来的 你也知道那小子什么个性 能让他带回来一个丫头 多难得呀 言下他急着结音 顾不上这事 我要不替他看好了 他出关 还不跟我急 这话说完 静和道君又补充了一句 你可跟你徒弟说好 别再来缠着我徒弟了 想也没有 听了他前头那番话 镇阳道君原本就明白了 可偏偏静和道君又洋洋得意地加了一句 他就不乐意了 你徒弟自有你徒弟的好 可我徒弟也是百年难得的单领感 年轻有为 将来也是虔诚似尽 用得着缠你那徒弟 我看他不过是无聊 找你徒弟说话而已 年轻人来往 你就别多心了 我多心 静和道君教导 真是我多心 那小子会一个劲地约我徒弟出去 正阳唠道 你可别光着护你徒弟啊 不是我说 你徒弟虽是个单领感 可要跟我徒弟比起来 也就那么回事 你想知道 我徒弟是什么资质吗 哼哼 我先不告诉你 看他一副自吹自立的样子 正阳道君黑了脸 行了 别把你徒弟当宝似的 我徒弟想要双修 多的是人 用得着抢着向你徒弟献殷勤 你瞎操什么心 唉 我说正阳老道 你这是忌妒啊 忌妒 我忌妒 有个单领根徒弟 我还用得着忌妒 这种小事 值得你特意跑来一趟吗 你回吧 自个儿徒弟一个劲地被贬低 正阳道君恼火了 一闪袖子下了周克力 你叫我回我就回 静和道君跟他叫上劲了 我告诉你 我徒弟可是混元领根 什么是混元领根你知道吧 他眼下还得了混元功法 如今三十没到 就筑机中期了 你徒弟什么 小小的单领根 以后想追上我徒弟 还差得远呢 混元领根 正阳道君正冒火 猛然听到这句 顿了一下 你徒弟是太古时流产的混元领根 没错 静和道君抬高了头 正阳道君下一刻 却还是冷笑了 混元领根又如何 失缠了几十万年 还不知道 会怎么样呢 我徒弟可是 实打实的单领根 再差 也差不到哪儿去 正阳老道 前一刻还等着正阳道君认输 下一刻 听到这话 静和道君也冒火了 单领根有什么用 咱们原因休时 有几个是单领根休上来的 人家松丰老头 还是三领根呢 你还不是一样打不过人家 听他提起此事 静阳道君也怒了 我什么时候打不过人家 只是没分出胜负而已 随后激讽 你不是一向很看不上松丰老头吗 怎么这会儿为他说话了 你还是单领根呢 单领根不好 你是怎么修上来的 正因为我是单领根 我也不为单领根说话 单领根有什么了不起的 多少单领根 连原因都吸不上来呢 静和道君已经胡搅蛮缠了 正阳道君直接被他气笑了 秦静和 你个老小子疲痒了 特意来找打的是吧 老夫成全你 说着摸出一块东西 合掌一变 就扔了过去 静和道君一闪 一道激荡的灵气 将一面石壁炸成了灰 他也怒火中烧 掏出一个葫芦 抬手一举 一股真火 从葫芦中喷出 口中叫道 正阳老头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当我好欺负 正阳道君不说话了 却是一收法宝 再度攻来 墨天歌自然不知道 他随便说了一句话 结果就是玄清门 最厉害的两大原因 修饰互殴 几乎将正阳道君的洞府 移为平地 当然这其实是静和道君 太会惹是生非了 随便一件事 到他嘴里说出来 就是让人听了不痛快 与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此时他一脸素脸 跨进叶真基的小屋 两年过去 叶真基长高了不少 修为亦有敬意 前些日子 刚刚结束了 门学堂的课业 成为正式弟子 因为精英弟子 与普通弟子的分离不同 管理方式也不同 叶真基住在上清宫 执事堂不便多管 难堵他人之口 静和道君就大手一挥 直接示意 将他记在 守进真人门下 墨天歌原本是不赞同的 他自己亲自教导的孩子 为何要记在别人门下 尤其那个别人 根本不会管他 可静和道君却道 他如今不过住击中期 即便修炼再快 也需得五六十年后 才能结单 到那时 叶真基早就该住击了 精英弟子与普通弟子 发放住击单的方式也不同 难道 要拖累他住击吗 为此 墨天歌只得默许了 如今 叶真基依旧住在此处 与他名义上的师父 根本连见都没见过 走到寒雨床前 看到歪在床上的叶真基 墨天歌微微皱眉 将孩子扶起来 抬手搭着他的天灵盖 输入灵气 过了许久 叶真基深言一声 行转过来 看到他低声唤道 咕咕 墨天歌放开他道 还不快吃药疗伤 叶真基脸色一红 赶紧掏出丹药吃了 盘腿做好 墨天歌就守在他身边 静静地观察他的情况 刚才他在修炼 神识关注着外头 忽然发现这里灵气波动 再仔细分辨 竟是叶真基体内灵气紊乱 有走火入魔的迹象 刚才一搭上叶真基的天灵盖 他就发现哪里出了问题 这孩子分明吃了数颗聚集蛋 药力太猛 无法控制 才会差点走火入魔 过不多久 叶真基体内的灵气 终于慢慢平盛 他一睁开眼 看到墨天歌站在面前 沉着脸色 当下低下了头 姑姑 对不起 墨天歌回过神 摇了摇头 对不起我什么 我 让你担心了 听到这话 墨天歌叹了口气 坐到他旁边 让我担心 有什么关系 最后承受结果的人是你 你修炼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自己 是 叶真基 咽了一声 又迟疑 姑姑 你不怪我吗 怪你什么 我 刚才是因为我乱吃聚气丹 才出事的 你不怪我乱来吗 墨天歌笑了笑 怪你有什么用 你不会再去犯同样的错误 才是最重要的 要是你觉得难受 你就跟姑姑说说 为什么会吃这么多的聚气丹 难道你们想过会出问题 这个 叶真基顿了顿 老老实实地答道 我觉得自己修炼太慢了 所以想多吃点丹药 加快速度 修炼慢 墨天歌失效 你如今才十二岁 已经有练起三层的修为 怎么会慢 可是 华林跟我同岁 都已经练起五层了 华林是静和道君如今的二弟子 名真真人的小徒弟 因为与叶真基年纪相当 目前可以算是他的小玩伴 墨天歌笑道 华林 他是你名真师伯的血缘后辈 林根也忧于你 从小就被细心教导 如何能与你一样 听到这话 叶真基扁了扁嘴 目光暗叹下来 我知道 我资质比不上他 可这样说的话 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追不上他了 等级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息ogi 二 二 嗯 三